来到运动公园想要伸展筋骨 像这样子的伸腰伸背器 如果是用错误的方式 像这样子往后一倒 其实可能伤害到脊椎 我直接拿这个机器去折我的腰 它会直接让我的椎间盘互相的挤压 然后挤压到我的软组织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公园内老人家时常这样伸展 但照一旁说明栏的建议使用方式 其实会受伤 去做这样弯的话 这个是有弹性的 很可能被挤压出来 压到这个神经 医师认为伸腰伸背器 完全不适合向后躺 最多只能向前伸展 或往下躺一点 伸展胸椎 健身教练看到另外一座 肩关节康复器也直摇头 我现在目前在绕这个肩膀的机器 所以它唯一可以训练到的 可能就是你开车的时候 会比较顺一点点 像这样旋转轮盘帮助很小 想要训练关节 只要自己手握拳 缓缓来回绕十下座十组 更有效 另外像是常见的扭腰机 旋转角度如果过大 也会伤害腰椎 日常生活当中 有什么时候 是你双手会扶着一个东西 然后手上下摆动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之少 所以这对于老人家的 功能建立来说 是非常有限的 滑步机如果摆动过大 容易伤膝盖 医师更建议 体健设施应该要各族群都适用 没有棱角防止刮伤 另外地板还有防衰 你要知道说这个公园是开放的 什么人都可以用 所以那些警语那些的话很重要 你说后弯 他们真的以为后弯的话出事情 公园处回应 体健设施都有体育局主政 公园处会找体育局协助 公园器材人设有告示警语 要考量身体状况 增减运动强度 民众也需要自行斟酌使用 TBA新闻张明如曹赵远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